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接发球之前我要准备干什么 我发完球我准备要干什么 那么每个人都有心里的有一种想法 这个是我们下部的技战术的这些变化一定要有的 那如果你发完球你准备都没准备 你就看着人家那肯定不对的 那下板的球过来你就跟不上 好 这节我们就讲一下发球后的准备工作 好 我们现在讲第一个发完球以后该怎么做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发完这个逆向摩擦 发完以后的顺 就是逆向摩擦以后的顺势还原 是这个样子 那比如说我们发完勾手 中手还原 它是整个身体 用你的身体的重心过来 反正要面对球台 这样子借到一部分的劲 还有还原就速度要加快 是吧 那我们发下旋球也是一样的 要顺势还原 大家一定不能说我发完球就在这里等 那下部你肯定就跟不上了 这个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我们讲的话是小碎步的作用 那有些人发完球以后 它是这样子过来 就没有小碎步 那我们现在发完球顺势过来的话 有小碎步 调整一下 那你如果没有这般调整就站死了 过来就没办法做第二次启动 第二次调整了 所以说发了 一定要有个小碎步调整一下 过来以后的球就跟得上了 这些大家都要注意 那反手发也是一样 不是 站死 这两个叫站死就不对了 第三个我们讲的话发完球的重心控制啊 我们发完球以后的重心不能站上来 那我发完就站上来 那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说发完球以后 在球的 记球的状态 我们的都要有重心 板板有重心 板板就重心了 有重心的话就人的就不要站的那么高 你看我发了 重心控制 重心控制 这压在前面 而不是发完以后站死 这样子就没重心 你再过去的话就很难做到重心协调啊 所以说大家都要注意这一点啊 你看发 重心控制 那 这样子就可以跟上 你看 那比如说我发完 重心就有了 而不是发完球你站直的肯定就没有 所以说啊 整个从刚才的顺势还原 然后到我们的小碎步到重心 我们做一个完整的 你看 这个是最好的状态 再来三步一起 第四个我们讲拍头 发完球也有拍头的位置啊 你看 发完拍头 发完球 发完球以后的拍头 你看 一定这个拍头不容易的 发完球以后 立的这个拍头 这个拍头 那么的话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发完以后带的时候 它变成就很硬 所以说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也是一个细节中的细节 很多教练不注意这个 练了第二板的质量就没有 正手拉到没手碗 反手拉没手碗 因为拍头已经起了 再拉回来的 它就要零点几秒 大家都知道乒乓球啊 失去这零点几秒就很关键了啊 最好的拍头是往下一点啊 发完以后往下一点 走的时候 手腕 正手 反手这个腕子就出来啊 大家看一下四个连 连在一起的啊 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拍头一定要往下 发完以后 拍头已经不能立起了啊 这个控制好这个 这一集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这个发完球以后的 顺势还原也好 小碎步也好 拍头也好 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东西 对于你的第二板 第三板 一三五板 就非常有后面的连续性的作用 有些可能都不注意这些东西 他认为这些东西不重要 其实恰恰相反 你翻完球你还原不好 面向下面的基本的动作 你就很难做出来 其实这些都是精粹 就是我们做一个系列的教程里面的 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好 这一节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